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厨子 肥肠 在川菜中有很多种煮法 其中最为有名的可能就是跑椒肥肠 今天厨子可以分享一下这道经典美食的煮法 希望大家喜欢 准备少许香料 八角 桂皮 香叶 山南 胡椒 花椒 花椒 老姜 葱姐 将香料投入锅中 再加入少许的鸡盐 黄酒 再放入肥肠 撸煮15分钟后捞出来 把肥肠盖刀切块肥肠 热锅下油 加泡香 泡椒 香花椒 新鲜豆干 焯香处味 下肥肠 翻炒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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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搅拌均匀 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 适并 胡椒粉 翻炒均匀 加蒜坦 青椒铝 炒至短生 再烹入少许的生抽 盛出花椒油 翻炒均匀 美味继承 炮椒非常是川菜中的一个中间加上菜 将近是酸香麻辣 软化Q弹 所以在炉煮非常时不能太长 也不能太短 因为肥肠的微比较大 所以在烹饪的时候用啤酒进行烧制一会儿 大家都学会了吗 远创不易 您的关注是厨子创作的动力 更多更好建议 请视频下方留言交流 厨子说餐 一个分享美食与煮菜新的地方 我是厨子 期待您的关注 谢谢大家